好 这里头还有钱的 怎么是玩啊 你给钱找钱呢 我说马上你给多钱 给50吧 50 50收都收不来 给50 你这玩意没啥 这上面一个木头 下面一个木头 你这不给60吧 60怎么有 你死赠没有赔 死赠没有赔 你不好说 你这玩意拆的话 你上面一个木头 下面一个木头一拆 你都得赔钱 你就给60吧 50吧 50 50我拆来试 我要是赔钱的话 还给你啊 60 赔钱给我 60 60能行吗 60 好啥 好的他能卖啊 不能好 对吧 对啊 60 我拆下 60要赔了给你啊 拆回了我拉了 好 你60又60吧 拆再看看 里头有没有啥玩意 这个里头有没有铜啊 没有铜啊 没有铜啊 赶紧掏钱 再不给你 麻雀了 麻雀了 没有麻雀 没有麻雀 这里都没有麻雀 我说给你50 你非要60 哎呀 我告诉你啊 拔钱了我还给你啊 拔钱 拔钱我帮你 好 还挺沉的啊 这个腿全是铁的 这玩意没有多水漂青 咱先把这个边上那个塑料给拆下来啊 这里头还有钱的 你看 你现在玩麻将叶的都那么有钱吗 这个散据的时候不知道把钱找得找吗 100元 有收获啊 这个是花多钱收的 花60 模样这除了100元 这又挣大了 是吧 这咋回事啊 咱们继续拆啊 看看还有没有收获 怎么是玩啊 你也想找钱呢 那块是那个铝色板 我现在是木头还不是木头 铝色板还是最刺的那一份 一去就带 它进口光控 这进口光控啥意思啊 不懂啊 这里头不能用钱嘛 有钱它也进不去 先把这个底座测下来啊 这里边还有个线包的 你看 不知道是铝是铝 咱看一下啊 万代 这是个白的是个铝 而是铝的话扯的没有 没有多大意思 就不用扯了 就给铁一点卖的了 接下来拿下来啊 还有这点铜线 以前这个麻将鸡 基本都是铜的 现在储的哈 百分之五六十都是铝线包 要是卖的话就不值钱 就在这儿来 再把这个木头拆下来啊 这木头还行 不是像上回拆那个 停了好一个大板子 这个木头能少一点 其实现在买木头也不便宜 木头还要挤好几毛一斤了 这个卸完了回家还可以烧火 烧炕 烧大炕 这个小电机咱就不拆了 当铁麦里头基本都是铝的 听说这里边有特别值钱的东西 听说一百多一斤的 咱拆拆看看里头有没有 要真能拆出点 也有个钻头哈 偷一会拆这个麻将鸡 我今天我非得找到它不行 找到了在这儿了 看它上瓷了 现在都一吸上了 你看 你看 这吹不掉 云头转向的 动一个吸一个 这一圈全是螺丝 我不想歇了 我拿大锤砸吧 刚才的歇得太慢了 说锤砸得了 我还害怕把这之前都给砸坏了 就这个里头 有之前的东西 能歇下几个看看 还是大锤下一块 四块都出来了 咱把枪瓷给弄出来 以前收这个东西从来不测 就那么个狐狸哥瘦 就狐狸哥卖了 最近听他们说 这个玩意值钱 这宝贝怎么藏那么深 在这里头了 你看 挺大一块 你看 不懂的人还真找不到这个地上 坏了砸碎了 看 这玩意应该不怕碎 这玩意 它不小了 这就叫枪瓷 白冷多少 以前收那么多麻将鸡都冷了 都没卸 这真是老千了 你们看看这个枪瓷的力量 头两天找这个是枪瓷王 这个怎么卸都卸不下来 用它一粘就下来 看一下啊 你看 直接都是薅出来了 厉不厉害 这就叫一物香一物啊 这个稀粒老厉害的 你说啊 上次拿下来了 这个大钻盘底下 还有几块的瓷铁 那个瓷铁应该叫若瓷的 把那几个拿下来看看啊 这几个应该能块比较大 大个稀碎啊 看不看见 这块大啊 这个叫若瓷的 它这个瓷里能小一点 那是四块 除了四块若瓷的 但是这个也能卖钱 也大几十块钱一斤 这个都得攒起来 攒起来 攒多了一起卖 这个塑料也不值钱 我都砸不得不愣了 生不得咱就不咎了 当铁了 下来咱撑一下 看有多少件啊 也不请啊 还挺沉的 没有了 那些是塑料 先把这些铁撑上来 这些是五十八斤 刚才忘了这个铁架子了 把这个再撑一下啊 这是十斤 这个塑料是九斤 关键就是这个瓷铁 再看一下多少啊 五斤 也没少出啊 这五斤那样不赚大了吗 一斤他们说都好几十呢 是不是 要是不算 那减从这些钱的话 你们说是挣了还是赔了 啊 呵呵呵 好饱 哎呦我擦了 你也得太沉了 大不得磨 哎呦我这瓦又棒了啥得个辣 哎呦我可真是沉 老沉了 二十块钱 我用不得十块钱的水 哇 哎呦我多地了吗 你拿不到我死得饶了 不轻快吧 这个 这个你一定有二十块钱 哈哈哈哈 好饱 给他们二十块钱 他们叫他 妈老沉了 你才给二十块钱 我说你看 这水你哥们倒不出来 收配品不做配钱的买卖 我花了二十块钱买个热水器 家里面说我是挣了还是配了 不要走开 咱开始拆啊 咱把这个线给剪下来啊 里头它是铜的 还弄个油上 咱先把这上面两个头给卸下来啊 哎呀不行 哎呦妈呀 龙姐你这么吸不干什么不费劲吗 咋的 你还有什么妙招啊 我在网上买了一套这个供鸡 你试试看 好好吃龙姐 我看看啊 哎呦那么缺呢 咱试下看看啊 这个小 这个 哎呀正好 正好 我看看这怎么样啊 哎呀 不行没转的 龙姐 你不会卸我卸下看看 我这卡口败过去 怎么这么一卸 这样不就卸下来了吗 嗯 这玩意挺好啊 我把这个按下去 不就拿下来了吗 往哪里买的 我在左下角的小黄车买的 有这个东西卸就方便了啊 还要挑屎的 这生老金了 要搞钱的还夹不住 高大班的还下不去 这个东西在我认知里头 它是没有铜的 有点老外公说 说里头有铜 就我就拆来看看里头 到底有没有铜 哦还真有这铜 这是发誓铜的 这个肉我捡着 一般的他们卖 把这个提前都给打上去了 我都捞不着 这个它是大意的 没弄下来 我是捡着肉了 这个工具挺多能化的 怎么吃都行 你看 这点铜下来了 就这点铜你别小看的 那换两个馒头吃 就成这个大东西了 咱拆开看看里头有没有铜啊 就这一点铜 就这点铜 有的大妈来到说里头有铜 我说没有 给我俩可酱了 我说我没有时间给你拆 我说有时间拆了 我当场就给它拆一下看看 你看这个 就这些 就这些铜 还有一个小鲜肉板 这个塑料 反正是也能值点钱嘛 就是砸碎了 也没法收拾 这就不要了 在这个砸碎看看里头 把这几个螺丝打开 打开以后里头就是个空壳 有一个就是烧水的那个烧水管 有那么差吗 这就没有东西了 再把这个打出来看看 现在这个挺沉的 里头大概有半桶水 里头 哎哟我妈 小型玩意 这倒了这太不给力了 你看 不糊了 挑起来这玩意 我心里挺沉的 这外边这一层 全是盆的那个聚氨纸 家伙们看看 这里头 其实个热水管 就那么大 给我溺完了 看里头 里头全是空的 还半桶水 你们说我是正了 赔了花了20 哎呦我的妈 热死了 这里头你们都看见了吧 里面到底是有没有桶 没有桶吧 我就是给你们试验一下 再来了 我说没有桶 他们不相信 看到这个视频 你们都知道了吧 它外边包这一层 是那个聚氨纸 咱就不往下拿了 它也压不住我秤 完了咱把水倒了 咱秤一下 看有多少啊 有的说这一个桶子老沉了 给这俩钱不合适 看合不合适 一般的里头都有水 这个铁铁罐子 没有了吧 就这些了 看一看多少啊 这个东西要是拆开的话 还能多卖两个钱 要是不拆的话 当清料 他们都不乐意要 就是说里头有水 这一拆 虽说能累点 费点功夫 还是有点钱赚的 但是赚的不多 34斤 这个34斤 喜欢容学的点点关注啊 哎呦 模样 黄金的吗 家伙们看我收到好东西了 来看看啊 刚才那个大爷卖的 才走 他告诉我是铁的 这些一共是24斤 按一块钱一斤收的 可是它25 来看这是啥 哎呦 模样 黄金的吗 是铜也行啊 要是铜也值钱了 这比铁贵啊 再拿铁铁这洗一下啊 看见是不是铜 还不吸了 是铜的吗 我赶快看看 里边是不是铜色啊 完了里边是白的 白色的是白钢 应该是白钢 我看着这个 拉这个动静 不像是白钢的 你看 是新件的 新件 这又发财了 又赚着了 铁一块钱一斤收的 要是那个 就啥来的 要是那个新件的话 好几块啊 这下面这个色是白色的 给它还不一样 这个是啥玩意儿 这个也不洗啊 这个是不是白钢 是那个新件啊 看看啊 新件 刘哥 啥材质你看看来 帮我看看 是吗 嗯 这应该是白钢的 这个 我拉听这个动静不像是白钢 像什么 我怎么拉得像新件料似的 不是白钢啊 不是白钢 咬壳是不是 对啊 你看这个 结果勒个勾腔 我听这是通的 不是通 不是通 这也是新件 上面上的色 上的通色 嗯 新件也新的 当铁兽 那这挺好的 啊 哈哈哈 哎呀 这全是表壳啊 全是新的啊 这多败价吧 你说这啊 多败价 买新的话这一个是不是得 10块8块的啊 这些东西我估计是修表的那个不干了 才卖的 要不 他们卖表的 卖零件的哪能干事 叫它卖掉啊 这多好啊 这都是新的啊 我花了25块钱收的 要是按信件算下来的话 没有 这能卖120来块钱 你说收配品能干配钱的买买吧 哈哈哈